台獨如果有市場的話 當時蔡英文一上任 就不會說維持現狀 今天有關於賴清德講的台主 為什麼當時 在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不說 怎麼跟我們認識的台獨 好像有這麼大的不同 但是如果說台灣的未來 民進黨決議文 由台灣所有的民眾 未來大多數人來決定的話 我可不可以也把它解釋成 未來民進黨如果也不排除 統也是其中一項選擇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民進黨在很多談話裡面 其實一聽到韓國瑜講什麼 就馬上去做反對 但是忘記說 其實韓國瑜還是在提到的是 民進黨愈合的能力 事實上非常的強 過去我在地方的時候 常常聽到我們很多 民進黨好朋友在跟我講說 民進黨打天下非常厲害 但是當得到天下之後 分配的時候 通常會打得你死我活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雖然民進黨 內部咬得非常厲害 蔡英文跟賴星德 但是很快的 他們絕對會去做 那快速的整合 但是相對剛剛韓翰也提到說 未來國民黨已經完全在野之後 我們到底做了一個 什麼樣的改變 國民黨要不要提出 最強的候選人 當然要 這個候選不僅是今天最強 現在最強 到明年2021月11號 投完票四點那一天 四點投完票下後 他仍然就要是最強 所以我相信國民黨現在這幾位 大家都非常清楚 現在主流的民意要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必須團結 但是誠如剛才 王世堅王議員所講的 主流的民進黨的民意 其實就是要蔡賴沛 所以他們未來也會快速的去做成 但是剛剛看到那一份民調 我必須要提到就是說 韓國瑜到目前為止當然是最強 但是其實柯文哲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所以他智慧非常高 一下子四月做決定 一下子六月做決定 最後一秒再做決定 也就是說 柯文哲在接下來這場選戰當中 除了國民黨 我們自己要快速的做整合 提出最強的之外 柯文哲其實他絕不決定出來選 或者是未來跟民進黨去做整合 那整個影響的大盤的結果是什麼 我覺得都是要去做高度關注的地方 現在國民黨能夠做的 除了提出最強的候選人 包括未來面對民進黨 到底是台獨 台獨是拿來騙民進黨內部團結 台獨的選票 還是民進黨未來的 兩岸路線要不要去做條件 我覺得關鍵是 我們自己如何把討厭民進黨人 轉變成可以支持國民黨 相信國民黨兩岸的論述 包括治理國家的能力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主席 這個我對余大哥當選表達祝賀 余天當選是恭喜民進黨 余天進立法院 我要恭喜國民黨 立法院的記者 你們有問題的話去找余天 因為余天 余大哥講的都很酷手 很容易上媒體的版面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友台的民調 因為我跟各位講過 民調花很多錢 所以有部分的民調 他根本沒有把朱跟王列在裡面 所以吳敦義你不會看到 這個是難得有看到朱立倫 跟王金平的民調 不是每個都有 很抱歉 這表格做得不好 請大家看橫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 柯文哲的部分他是通通都贏 因為這裡面都沒有韓國瑜 所以柯文哲是第一名 只要沒有韓國瑜 柯文哲就是第一名 這是友台的民調 我想講就是說 這位先生 這位泰陽 你看這位先生 連蔡英文都輸 是不是可以想想說 那你連蔡英文也輸 蔡英文可以想想 那是不是該退了 這位先生是勉強跟賴清德 打成平手 26比26 是不是應該這樣 但是你們都輸柯文哲 你們不是輸韓國瑜 你們是輸柯文哲 如果你們贏柯文哲 那是另當別論 所以這些太陽西洋們 其實看民調他們都很清楚 這個是我們前天 生活論專訪 韓國瑜說 台獨比美獨可怕 其實這個東西他講是舊的 他當年在選國民主席的時候 他就講過了 不過韓市長他講說 因為台獨而發生戰爭 哪一個台灣人民能夠接受 這個就是獨派一直沒有講清楚的 我特別的引述韓市長的話 他說一大堆在日本 美國 在海外這些支持台獨的人 你人不在這裡 你的孩子 孫子也不在這裡 這講到心坎裡的 所以觀眾朋友 我不是獨派 我也不是通派 但是以前的狀況 我講給大家聽 我講歷史上話就是 你要主張台灣獨立 請你身體立行 你要跟台灣共存亡 對不對 因為以前的年代是有黨禁 是戒嚴的 你不能主張台獨 你主張台獨被關起來 所以那時候海外黑名單 我想王世堅議員很清楚 我請問大家 現在還有海外黑名單嗎 沒有 主張台獨都當到行政院長 那有海外黑名單 以前不能回來情有可原 以前都說怎麼李應援他們從 彭明明他們從海外回來 我們很多人去機場接他 你們是英雄 你現在坐飛機外 沒有人會理你 你就走進來就好了 沒有黑名單的 你在美國台灣獨立 你什麼意思 把人家人死不了嗎 講清楚 說明白 如果獨立 你主張台獨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講清楚 然後你主張統一 會發生什麼情形也講清楚 然後就是韓市長講的 讓人民來決定 所以你是台獨派 沒有 我的意思說 你不要在美國亂喊 因為如果真的台獨的話 影響的是我 反正我沒有綠卡 我海外沒有親人 你要叫我跑去哪裡 搞不好會叫我去當兵 我幹嘛 你要先把電視 你在美國過得很好 我不是要你土內 因為美國他們要捐款 很多人去美國都去募款 去拜託那些什麼 你看這是同鄉會 他說不接待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背叛了獨派 我不是反對台獨 我也不是同派的 請你們要搞回來搞 台獨變成台獨 反正其實我要解釋一下 你真的認為獨派是反蔡英文嗎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蔡英文 她只是嘴巴掌維持現狀 其實她主張台獨的力道 沒有比賴清德弱 除非你告訴我 賴清德今天上台以後 她敢說我要推動正名制限 這是未來財代檢驗 我就講過了 民進黨所有都是上台以前 先用騙書 先騙了這些獨派 這些獨派就寄希望於賴清德 所以今天獨派要的 並不是說 真的認為賴清德 真的很多很多 然後比蔡英文還要獨 獨派要的 只是獨派要一個 不能輸的候選人 不過如此而已 所以賴清德親中愛台 不是也照講嗎 獨派有什麼反應嗎 所以我今天覺得 這個余天這個講法 我其實本來我是覺得 不想予以置評 這個早在選舉的時候 講到你們心白 對 早在選舉的時候 她就說了 她的太太說 去年的九合一大選 是小丑全部當選 講誰 講韓國瑜 今天我認為就是說 今天余天的上台 我不否認輝文講的 真的對國民黨是利多 就天天講這些東西好了 也不要認真地問政 然後天天講一些 有的沒的在吐口水 剛剛王議員還說 我們藍綠對立的是 如此的深刻 真心有所感 看看余天 就是製造藍綠對立 這些所有人講的話 包括蘇貞昌 但是我同意一件事情 什麼一件事情 民進黨真的會團結 民進黨真的會團結 擬舉2007年 謝長廷跟蘇貞昌兩個 鬥得夠不夠厲害 夠厲害了吧 我來講一下當時 蘇貞昌怎麼批評 他說謝長廷 暗示他敢聰 轉移焦點 也不能改變涉案事實 高結案 下面一堆的人說 憲法各表 謝長廷根本就是 中國的奴才 當時鬥成這樣 後來2008有沒有搭配競選 有 所以我跟大家講 民進黨天生的基因 就是會團結 為什麼會團結 團結 那是真團結還假團結 你先聽我講完好不好 你先聽我講完再說 你要聽我講完 為什麼他會團結 因為大力所趨之下 只有民進黨團結打下江山以後 才可以每個人分位置 這個就是他團結最大的原因 民進黨向來是黨大於國 對不起 國民黨 我必須要做一個自我檢討 國民黨是人大於黨 人大於黨 如果國民黨不能把個人 不能把個人放在黨裡面 整個所有的黨員 還是要各自追求 自己所要的東西 沒有把整個黨的利益 黨的利益不可以 凌駕國家利益之上 這是大家今天 對民進黨最詬病 對 主持人我可不可以兩句就好 可是國民黨今天 不可以把個人利益 凌駕在黨的利益 跟國家利益之上 所以我是自己有進行反省 賴清德的臉書 他的重點在這邊 與中國互不隸屬 前面這個都是台灣前途 決議文的舊文 他說與中國互不隸屬 這個是台灣前途決議文沒有的 如果你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的話 賴清德他是抵觸憲法 他是想要借殼上市 以法律來講的話 抵觸憲法就無效 可是賴清德他不是法律 我請問 請大家想想 韓國瑜講的中華民國 跟賴清德講的中華民國 是同一個國家嗎 請大家動盲想想 謝謝 我還是誠懇的希望 韓國瑜說回這一句 台獨比美獨可怕 這句話非常的不恰當 他冷靜的想一下 因為這一句話我八個字形容 會引發仇恨 加深裂痕 我們不管主張統或者主張獨 在我們台灣這麼民主多元的國家 應該互相尊重 我們一切都讓四年一次的 選舉一起接受洗禮